還有一集 重量級來賓 趕快先把這個讚給他點起來 啊 體驗完了 這個一集咖醬 整個來介紹一下 之前飛田是分兩集嘛 我們就這一集呢 直接把它整個流程 還有怎麼跟這個女生聊了什麼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那一開始呢 就在那個休息室等 等完之後呢 就在樓梯叫你上去 那你上去走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一集咖醬就在旁邊 一花 棕也一花 就在那邊等你 他就會跟你牽手 然後進到這個房間裡面 他就會先幫你放東西啊 這個房間的樣子 我們在上一集有看到嘛 就是有一個床 然後旁邊有這個浴缸 然後另外這一區是洗澡的地方這樣子 他會幫你脫衣服 脫完衣服之後呢 他就幫你脫褲子 他脫完褲子之後呢 他就幫你脫內褲 在脫之前會先稍微聊一下 今天天氣怎麼樣啊 就這種很基本的 前面大概有五到十分鐘聊天 他就問我喜歡什麼 反正我就先跟他講那個 Naruto嘛 就是這個 每一次的開頭 只不過呢 這個一集咖醬 他說他沒有看Naruto 他問我有幾集 我說七百多集 他說他看不 衣服脫了 然後換他脫 先稍微這個 kiss一下之後 我們就直接前往這個 旁邊那個洗澡區 然後這種U型椅 然後就坐上去之後 他就會幫你開始先沖一下 問你水的熱度 然後接著把所有的那個泡泡戳一戳 然後用一個碗盆 把那個泡泡都戳得很滿 開始在你身上 開始游走 游走之後呢 那個第三隻腳就長出來了嘛 清一下清一下 洗一洗 然後稍微抱一下 之後他會請你去這個浴缸等 他就問我說 要先一般的床 還是XX 我跟他說都可以 他就說那不然你先XX 然後我就先去這個浴缸裡面等 然後就會看到他 就是拿著一個大XX 然後這樣 然後把它鋪好 鋪好之後 開始在上面 一包的那個潤滑液 把它打開 就會倒一些在上面嘛 然後接著就是 他在那個臉盆那邊 開始做這個動作 螺旋丸這樣子 他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螺旋丸 螺旋丸 可以在旁邊欣賞 欣賞他晃動的手 趴的時候 他就會在你的身上游移 然後你就會感受到兩個這個 非常雄偉的這個 螃蟻大物 因為我有要求就是 要真的 我不要硬的 不要怎麼笑 我們跟這個店家有要求 我要比較軟的 然後他就會身上游移 從手臂啊 到兩隻腳啊 然後到骨尖啊 這樣子 轉身之後 他就先跟你先清一下 然後繼續在你身上游移啊 然後開始 我就覺得 他這種身材就是他是偏瘦的 然後他的胸部那個大小 就是你會覺得 這種胸部應該是 真奶 但是他是真奶 風可憐那種身材 可是風可憐的奶是假的 不過他是真的 抓起來呢是非常的軟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 矽膠產物在裡面 個人是有點激推啦 你們可以自己約啦 游移完之後 開始進入第一次 我是勸這二位 第一次呢 還是讓女生搖一搖就好 搖出來就好 因為我跟他說 欸 change 一下 換我再上面嘛 那正常的那個體位 可是下面那個滑到不行 然後那個 很難移動 那個喔 很累 滑到不行 所以你基本上沒有辦法支撐 滑到一半 我就說啊不然還是那個 你在上面好了 一次結束之後呢 他就幫你沖一沖 一起進浴缸 泡一下 然後稍微在浴缸裡面聊一下天 刷乾身體之後就在床上 他就問我是做什麼工作的 拍YouTube的 然後他就問我說要拍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都有 什麼旅遊的 然後他就問我說休息時間幹嘛 我跟他說 YouTuber就隨時在工作 但你也可以說隨時在休息 安提會不會很多 就是酸民會不會很多 然後我就說 其實還是當然會有 他說他很討厭酸民 他就說問我怎麼辦 我說我就把他block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也很討厭酸民 然後我說 你們也有酸民喔 然後他就說 網路上會看到 不夠可愛 他就會很生氣 可是很多那種很可愛啊 或是什麼服務很好啊 那種好的留言 他也會很開心 聊完這邊之後呢 就開始又進入這個 第二輪的環節 就是你喜歡玩什麼Play 其實都OK 我是沒有要求到那個啦 好像不能那個 剛剛好 我自己是不喜歡 那基本上其他的 就不管是你要這個 嘴巴 還是這個 歐派啊 就是 該弄的方式呢 你跟他要求 基本上都可以 做第二次嘛 而且他蠻主動會親的 然後他要 耳朵還會問我說 耳朵不OK 我說OK 接著結束之後就 蠻累的了 再開一個小時 然後我們就開始繼續聊天嘛 大家如果怕 因為兩個小時嘛 你們一定會有時間在聊天 除非你很屌啦 話題的話 基本上兩邊都會開 然後他有問我說 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然後我就說 可愛類型的 然後他跟我說 可愛類型是一個什麼類型 然後我就跟他講那個 橋本環奈 他就會說 哦 這種感覺 然後就換我問他說 你喜歡什麼類型 然後他跟我說 極責量 一開始查成那個 三田良界 他就說 不是這個 可是這個也可以 然後我就跟他聊那個 鷹魂嘛 跟他說我很喜歡小綠血 每次都要聊 大家還是可以 多看一些日本的東西 這樣跟這些 女生會比較好聊 繼續聊那個 哪裡好吃 我就問他 來自哪裡嘛 他就說 三重線 然後我就問他 三重什麼好吃的 這個海鮮啊 什麼的 然後他問我去過哪裡 我就跟他說 大阪啊 廣島啊 星系啊 什麼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去過什麼 沖繩 他給我沖繩 然後其他地方都在東京這樣 他就只玩東京這邊 然後還有京都 大阪 奈良 他就問我喜歡的顏色 是不是粉紅色 問我頭髮 之前有用過什麼色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一開始是用那個鏈柱 然後我就直接跟他講那個 金美姿 有沒有看過 他就說有 粉紅色加綠色 他就跟我說 甘露斯密里 我就說 欸 沒錯 動畫還是要看 然後我就跟他聊說那個 後來會變黃色啊 很像 Mikey啊 然後就很像那個 Yankies啊 然後他就笑 我就跟他說 日本是不是真的很多這種混混 他說其實還要好 因為他問我喜歡什麼動畫 我還有跟他說K-Arm 他說他也蠻喜歡的 給他看我去K-Arm 聖地巡里的照片 換我問他說你喜歡什麼動畫 他跟我說 魔法少女小圓 他竟然喜歡魔法少女小圓 然後我們就開始聊了大概10分鐘 魔法少女小圓 我跟他聊那個怪物彈珠 我課金 然後拿那個魔法少女小圓的那個卡 聊一聊 大概剩下20分鐘 經過了半小時的 愉快的 宅男聊天之後呢 進入到這個最後20分鐘 他又主動的 開始親 他就問我說 再一次可以嗎 然後當然是可以 可是就是有一點累 後面就好像有點 比較偏空包蛋一點 結束之後就是 再去洗個澡 跟一開始的流程一樣 泡湯泡一泡 然後出來擦一擦 給你衣服啊 褲子啊 再稍微小聊一下 然後抱一下 一直這樣 有點尷尬一點 可是他長得有點像 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前女友 然後我就 他有一個角度真的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 有一種貝德感 NTR的感覺 我剛剛已經密我那朋友 我剛剛說 我剛剛抱抱一 好像你的那個前女友 那個女生大概在我們高中的時候 算是比較 女神等 湯姐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顏值的部分 我自己認為 蠻OK的 尤其是上面往下看的那個角度 在下面往上看的角度是還好 然後那個身材是 特別頂 因為通常這個 罩杯的CUP等級 不會太瘦 像我們之前 飛田速度已經離職了 很隨便 最後一個重點是 跟飛田比較嘛 第一個 體驗的話呢 服務部分一定是 泡泡魚比較好 全部都可以清 飛田是大概 9成8是不可以清的 飛田可能有的也 就是胸部大的 也不會讓你有一些 做胸部上的一些經緣 泡泡魚的是服務是蠻OK的 女友系的對待 會靠在你身上啊 牽你的手啊 然後聊天 這樣靠著 然後很女友系 然後 帝王般的感覺 飛田就比較是 快餐 價錢 其實因為兩個小時8萬嘛 那飛田一個小時是 4萬一 兩個小時也是8萬二 所以其實是一樣 但飛田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快餐 如果你想要來個快的 那16000 快的OK 但是服務就是自私一點 那當然 飛田好處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女生的樣子 那這邊的 就是你可能只能看照片 照片 我覺得跟本人的 像度是有像 但是 感覺不一樣 那我反而比較喜歡本人 因為他照片長得不太像 我朋友的前女友 他本人長得有夠像 像到一個 大概有98 或是 有一種非常NTR的感覺 我真的認為 一起跟他講是不錯的 那如果那時候照片 開始來像你那個朋友的前女友 你還會選他嗎 那我一定選 不是嘛 現任女友就不行 貝德感 但是他前女友了嘛 過去是嘛 跟我朋友分手 大概這種感覺 我覺得人生一定要體驗一次 泡泡魚這種事情 以前來說 如果你要花到一樣的錢 去飛田跟來這邊 花的錢是一模一樣 你在這邊可以有洗澡 你還可以洗好幾次 然後你還可以享受 這種比較帝王尊貴的感覺 我是把要求賴他們嘛 可以配合什麼樣的姿勢啊 然後什麼類型的啊 然後比較可愛的啊 或是身材比較好的啊 你可以跟他講 然後他會給你一些選項 選擇 服務的話 絕對是頂的啦 躺在那邊 然後給人家身上滑 特別的感受 我覺得沖繩的那一次 真的是體驗不太好 坑外國人的樣子 那照片長那樣 那個出來大概大10歲以上 可是這個就是 身材的數字 年紀的數字 跟整個感覺都很像 而且看起來很幼耶 他那個長相很幼耶 真的很像我朋友的那個高中 而且是高中時候的樣子 不是現在的樣子 不行 我會被他告 他高中的時候 還蠻多人追的 就大概那種等級 這樣子各位有沒有懂 就是那種感覺 那服務的話覺得比較頂 他那個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喜歡熟女的 當然也可以熟女 那喜歡年輕的 剛入職很嫩的 那也OK 然後一起講講 他其實23歲 看起來大概20歲 服務呢 也不會因為年輕就比較 隨便比較生疏 就是該有的都有 我自己是回遊的那種 回流客 積累一兩個禮拜 不打的話 回流這樣子 飛田比較像是 你可以一萬六就是 我每天都可以去一次 每天都可以去一次 每天來一發 這個就是存到一個量 來交個女朋友 兩個小時 來一個女友的感覺 跟女友來一個happy的感覺 再講一個 這一間店的好處是 你看像這邊有很多這種店 那他很多就是只有日本人 然後或者是 他可能會坑你這個外國人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他們像這樣 中文客服 雖然是簡體字 我知道大家簡體字 我一開始也怕怕的 不過呢 認識之後就是不錯 補一下 講到聊那個頭髮 他也很喜歡那個藍色監獄 各位我就覺得 想要跟日本女生聊天 一定要看藍色監獄 他們都很喜歡 他跟我一樣喜歡哪個 然後呢 他還喜歡那個蜘蛛人 他喜歡賭博 然後我就問他說 是賭哪一種 賽馬嗎 他說不是 就是那種 拉霸啊 撲克那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有 聊到飛田心地 然後我就問他 有沒有去過 他就說他沒有去過 然後他說他想去看看 我說可是女生去那邊的話 會那個 會被遮臉 他就說 那他女扮男裝 講完之後 好像會被罵 就這樣子 補充幾個一級嘎的 這個可愛的這個點 那這是我們這一集的 極緣泡泡浴的這個心得 感覺到非常親切 說實話 等的時候 一堆那個台灣人 還有一個阿伯 你是拍那個飛田心地的喔 對對對 專人這個接送這種感覺很讚 還有一集 重量級來賓 趕快先把這個 讚給他點起來 我們現在一起來嗨一下 從我這邊到那邊 一共五步 一二三四五 拜拜 來完整的告訴大家 飛田心地料理組合 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應該分成兩集 一局是這一集來講說 台灣人能不能去啊 然後每一天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啊 會穿什麼啊 然後位在哪裡啊等等 第二局是觀眾的donate 希望我來體驗一下 跟三年前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哪一些店是厲害的 哪些店屌的 哪些店有料的 女生跟我聊了什麼 女生每個都跟我侃侃而談 看到我是YouTuber 然後問我衣服啊 問我喜歡看什麼動畫啊 說很想念我啊 等等這種 這個影片按讚破千 我就拍下一集 好那今天有使用的畫面 都是在他們關店的時候拍的 開店的時候呢 是不能夠拍 像我現在也是早上來拍 現在甚至10點11點 青春通已經有電開了 對裡面是不能拍攝的 OK我連續20天來到飛行星期 每天都走